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 歡迎收看民意交響曲 在這裡可以聽到不同的意見 想法可以暢所欲言 和我們一起監督市政 讓基隆更驕傲更進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023年的 全新民意交響曲節目 我是主持人蔡曉君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大家來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基隆市政 最近受到樂意的 就是我們的免費電動機車 還有我們的郵輪富航 如何做 可以帶動產業經濟發展 以及要帶大家來關心的是 我們的地方事務 為您邀請到三位一座 帶大家深入了解 首先為您介紹第一位 是我們市議員藍敏黃藍一座 主持人 秦議員 連議員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藍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們市議員秦真 秦一座 主持人好 我們藍議員好 還有我們連議員 各位電視機前的好朋友大家好 秦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們連恩典連一座 我們小君 我們的藍議員 我們的秦言 以及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連恩典 一座好 要帶大家來先看看 就是針對免費電動機車的草案 各項提案 我們來聽聽市長謝國良怎麼說 針對市議員關心市政府提出 電動機車草案的問題 基隆市長謝國良強調 採購時當然要符合法令規定 不能指定特定的廠商品牌 但是議員們關心是否為Gogoro 當然也有可能 同時也一併回應解釋議員質疑他在競選證件內容中提到所謂有免費贈送的問題 品牌 他在品牌的知名度上並沒有像Gogoro這樣子的一個品牌知名度 但在現實上在安全性數上在馬力扭力上甚至在交通事故的一些基本的數據上 我不認為這些主要廠牌 我們舉例我曾經辦過一個票選在我的臉書上 甚至現在還在基隆客運的車體上 其實是有列出了國內的三大廠牌來做這樣的評選 因為我自己認為我不能夠指定廠牌 如果我指定單一廠牌 我個人認為我的確是有法律上的意義 我們目前就是運用我們地方政府的三萬元補助 以及我們中央政府的一萬元補助 我們四萬塊希望拿給他以後 他就給我們做出一樣四萬塊的機車 所以對於這些青年朋友來說 我們希望他的實際付出是零 或者是說非常少 差只有一點點等於是零一個這樣的概念 他們也跟您在報告就是說 我真的沒有用送這個字在我的一些基本的文宣太樣呈現 但是我有講免費提供 那免費提供在我的認定就是不要出錢 不要真正出到新台幣 或出了這麼久一點點幾百塊台幣 一千塊台幣不到 這樣子我認為跟免費提供在字意上 其實是相差不遠 但重點不是在這些細節 重點是在說我覺得我們基隆 應該成為全台灣路口最友善的城市 所以我推行人友善 我同時也認為說我們在淨林潭碳排放 這樣子的一個策略跟政策 我們應該要甚至超越雙北 甚至要超越全國 讓基隆可以成為其中一個在這個方面 可以可以號稱說我們現在基隆在這方面 是number one的一個城市 市長強調這次是工業級的合作 如果是量身訂造規模是全國最多 一定會要求打造適合基隆市地形 快又不會太快又安全的電動機車 它基本上是一個工業級的一種合作 所謂工業級就是說 我們其實我們基隆市就已經等於我們是一個機車廠 我們只是叫這些廠商來幫我們代工 生產出一條專門用他們的生產線幫我們生產出一條 屬於我們城市自己有的一個機車的一批的產品 所以任何過去議會 或者是包括我們自己的這個空造科環保局 在用零售的方式所發現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認為都並不是我們在未來 有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我們會碰到的問題 我們比較希望能夠在議員先進提點我們的情況下 我們把它列清楚 這一次的這個合作是量身訂造 這一次的規模是全國最多 所以我們絕對是有這樣子的能力 甚至要求它開發出一條新的產品線 然後讓那個產品線的一個prototype 就是原創 讓我們甚至讓議會能夠理解到 它的馬力是多少 它的這個扭力是多少 它的0到60加速是多少 它的剎車的性能怎麼樣 有沒有符合剛剛議員所垂詢到的爬坡都有問題 如果爬坡都有問題 這不是一個我們應該要採購的電動機車 基本上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確在最近是有守住了一個財政原則 也就是說我今天不管是採購一萬台 或是一萬五千台 我們在財主兩方面的認證之下 我們原則上還是可以做到一個還債的一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是在選舉的過程中 感謝議會的各位先進對這個事情也都相當的關注 我們希望我們不要因為這個政策能夠影響到財政太多 而事實上我覺得只要能夠從林市長交給我的時候 我們的負債比我在短期兩三年內 我盡量不要來做任何的增加債務 也就是說林市長他在卸任的時候 他把他的債務多少他給了我 我盡量就承接下來 我不一定幫他還債很多 但是我盡量在兩三年內不要增加負債 市長謝國良感謝議員們的各項提點和建議 也由衷懇請基隆市議會議員們可以共同支持這項好的政策 真的這一項政策很多人都會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除了環保之外 另外就是可以提升綠能科技的國際競爭力 我們要請教我們的藍米黃藍一座 好 謝謝主持人 我想這個2050年 這個近零台犯已經是全球的共識 現在每個國家每個城市都在思考 如何打造一個宜居永續的零碳城市 那麼要如何去推動這個所謂的低碳城市 大概有兩個大的政策 全世界每個國家都一樣 第一個是推動所謂的綠建築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耳熟能詳 那再來就是加速的來推動運聚的電動化 營造友善的綠色交通 這個就是現在最流行最行的 所以這一次去年三合一的選舉 我們國民黨黨團跟市長參選人謝國良 也非常政治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才會共同提出 公益青年就業補助電動機車的一個計畫 把它納入我們的政策 那由謝國良市長參選人去推動 那他今天已經當選了 我們也負責任的要來落實這個政策 那我就這個機會 因為外面現在有一些負面的聲音 那主要是因為對政策不夠了解 再加上有些政治人物 可能為反對而反對造成一些誤解 那我就藉這個機會來把這個政策做一個說明 讓大家可以有信心的來期待我們國民黨 有信心把這個好的政策給推動成功 那當初我們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 有考慮到四個面向 第一個我們希望能夠真正的幫助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一旦當兵玩或者畢業 投入就業市場 第一個開銷就是要買一台機車 那這個對一般年輕人來講應該負量都蠻大的 那如果我們能夠透過這樣的政策 可以用吸引年輕人來參加公益活動 然後就可以由政府來這個補貼你一台這個電動機車的話 這個對年輕人的幫助非常的大 那最重要的我們也是要響應國家的政策 就是發展所謂的低碳程式 最重要的我們也希望這個政策在推動的過程中 如果能夠推動成功 我們當然可以藉這個機會怎麼樣呢 可以引進所有的這個電動機車的產業鏈到基隆來投資 這個對我們基隆的就業率也好 經濟發展甚至將來的稅數都有很大的注意 那最重要的我們也希望說 為基隆來增加更多更多的青年來投入志工的活動 來做公益活動 讓基隆真的成為一個有礙的城市 各位想想如果我們能夠如期的完成 5萬電動機車的補助 那相對的我們就有得到5萬個年輕人的志工 未來我們將把這些志工訓練 將來我們可以把他們投入部分在環保 部分在長照 甚至最近這個郵輪觀光業已經蓬勃發展開始 我們將來也可以訓練很多的這個導覽旅遊的志工 來投入觀光服務的觀光旅遊的服務 這個就是我們當初提出這個政策的一個四個面向 那目前市政府已經積極的在推動中 那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財政 到底會不會排擠到這個這個其他的預算 那我在這邊很負責任跟大家講 基本上是不會的 而且每個市長都有他的想法 希望這個這個市政的優勝順序 都有他自己的一個一個步驟 那謝國良市長非常負責任 就把這個電動機車納入他所要的證件 你看他才上任不到兩個月 現在已經在進行財務的調整跟規劃 那請大家放心 我們這次預計在五月份 將提出追加減預算 那追加減預算 必須經過財主單位的審核通過 才有可能送出來 那就我所知目前大概沒有問題 我們應該五月份會如期的把預算送進市政府 那如果順利的在基隆11月獲得通過的話 那麼我們最快可能就會在今年的第三季 跟第四季就可以來第一批的實施 那接下來就是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電動機車的補助其實行之好久了 那中央本來就有補助的 經濟部還有環保組都有補助 那現在我們只不過是地方政府 提出比較多的這個自由的經費來做補助 那基隆市真的是非常的有前瞻性 我以台北市來講 台北市目前電動機車太久換金的補助 台北市政府大概是補助1萬7 那加上環保組經濟部的補助 大概就是補助大概2萬7 那我們謝國良市長非常有心 我們試預算準備補助3萬 那再加上經濟部跟這個所謂的環保組原有的補助的話 大概我們預估可以在基隆市補助4萬塊 那目前招商的進度我也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大家就更有信心 其實電動機車在台灣就那五六家 包括哥哥羅還有光陽比亞酒還有中華汽車以及這個洪家騰 那事實上這些電動機車在選前謝國良市長都已經拜會過了 那因為當時選舉期間那坦白講這些廠商 信息不是很高 可是當謝國良當選市長之後 再重新拜訪的時候那就不一樣 大家這個配額投資的信息就很高了 那我把最新的消息跟大家報告 就是哥哥羅的董事長已經確定了 他們非常重視基隆市的這個政策 因為由市政府來帶動這個電動機車來發展來補助的話 這個是非常有影響力的 那雖然他們目前現在最便宜的是五萬七千九百八十塊 不過他們會盡快的來評估把成本壓低 來配合這個基隆市政府下半年度所推出的這個採購案 客製化的採購案 那他們很明確的表示未來會配合政府的政策 他們會想辦法把預算控制在四萬塊 打造一台這個四萬元就買得到的哥哥羅 這個是我們目前由哥哥羅官方所得到的一個消息 那另外光陽機車更喊出賠錢要做的這個政策出來 所以我們非常有信心這個四萬塊的電動機車一定可以在基隆推動成功 更何況中華汽車洪加藤比亞洲他們也都有興趣 只是說目前電動機車的確因為它需要比較多的晶片層面比較高 那未來如果晶片的問題能夠克服我相信他們就可以大大的降低這個成本 那最重要其實電動機車業者它主要是賺以後的充電費 其實機車不賺錢是小事 但是市長佔由於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說現在謝國良市長已經當選了 那由他來主政我相信這個電動車業者都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對於這個政策我在這邊跟全體市民報告 我們很負責任也有信心的來推動請大家放心 讓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讓基隆市能夠成為一個低碳城市 也讓我們的年輕人都能夠透過公益志工來獲得補助 讓基隆市成為一個最有愛的城市 是真的目標就是要成為最有愛的城市 而且要低碳減碳友善的城市 那很多民眾其實有一些問題 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有民眾就在反應在問 這個電動機車的補助條件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要請教秦振請一座 剛才我們藍議員講了一些我們謝市長 他對於電動機車的一個政策面 讓我們所有的鄉親還有年輕朋友們了解 電動機車是我們謝市長他當選之後 首退的一個所謂的政見的政策 那剛才主席人問說很多人問說 要得到這個補助的條件是什麼 其實在我們謝市長曾經在選舉的時候 也曾經講過 他是在民國78年到72年次的青年朋友 來為優先 但是以我們民政處的最近的統計 在這個78年到92年次的這個年輕朋友 71893人 這是最新的一個統計 那大家還有什麼條件呢 需要具備交通部發的汽車 重普通重型機車駕照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 第二個 戶籍在108年12月31號前 涉及在基隆市 然後來這個人的戶籍也是在我們基隆的青年為主 那再來就是說你取得這個電動機車的一個補助的時候 你要加入基隆市的志願服務行列 在其目的 是我們讓我們年輕朋友知道 社會公益也需要你們的一份力量 然後你得到這個政府的補助 應該來參與社會的公益 回饋給社會 我想這是一個社會教育的一個層面 最後一個就是說我們涉及在基隆市的 南與基隆市這個燃汽油為 那個所謂的燃汽油機車為泰換為優先 也就是過去的這個在108年12月31號以前 就由這個燃油的機車為電動來換機車為優先 這是一個以上的五個條件 一台換一台舊的換性 泰舊換性為優先 不是純粹的一個新車給你 一定要有人 你只要在哪兒找到一部10年以上的所謂的燃油的 這個二行程的這種機車的話 就可以來替換 不管是你的爸爸媽媽 或是你的哥兄弟姐妹 或是你的朋友 他想換這個舊機車要淘汰的話 可以以他這個舊機車來替換我們這個電動汽車 這以上就是最基本的具有的條件 然後很多民眾也會很懷疑 為什麼他有時候聽到是送 有時候聽到是補助 有時候聽到是免費 那到底是哪樣 其實我想在這個見解上 個人的見解的解釋方向不同 其實在謝市長他整個在選舉的過程中 他是寫補助 他沒有講送的那個字 送話可能在語法上不合 那就是所謂圖利他人之嫌 選舉有一點買票的回答 那只是在補助 所以補助的情形之下 他當選的市長當然他為首要的 以我們這個經濟部以及環保署 補助的這個7000至2000到4000的 1萬1的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地方政府再配合我們的預算 來編列將近3萬塊 來符合4萬塊的我們縣市長所說的 這個電動機車的一個規格 我想剛才我們謝市長在也曾經說過 現在很多的廠家 他對於我們這個電動機車 基隆市的推動 他們很有大的興趣 我也希望說所有的這些廠家們 在這個認同認可的這個政策情形之下 來為基隆市設計一個屬於合乎 4萬塊以內的所謂的價位的 這個所謂的條件情形之下 來符合我們的基本的這個交通工具的能量情形之下 來我們客製化一部分屬於基隆市的電動機車代表 是 真的可以想像 就是專屬於基隆的電動機車都很酷 要讓大家在關心 就是還有民眾在問 這個補助的時間 還有就是你領到之後 是不是還可以另外再申請環保 我覺得補助 我們請教練恩點列一座 我想剛剛我們在南語言有說明的非常詳細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關心的電動車 我們的補助的時間要多久 是不是要等到兩年三年呢 我想不會的 觀眾朋友 我們想在這個這一次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加減預算的時候在五月份的時候就會提出來 那我想我們會大力支持 在每一台這個補助三萬塊錢 在市政府這個補助三萬塊 然後環保局 然後在這個衛生署那邊再加上這個一萬一 然後加起來是四萬億 我想就可以去採購 當然這個行政程序上是必須要有時間的 第一個我們預算通過 然後再加上我們要跟廠商採購 那怎麼樣在設計上 或者是要必須要合乎我們的需要 就剛剛大家有擔心的 你上山的時候是不是會起不上去 我想這個大家都不用擔心 為什麼 因為其實是這樣 我們今天有很大的訂單的時候給這個廠商 我們必須有要求他的條件 他今天也要來接我們這個單子 接我們市政府這個單子 他也必須要合乎我們的 好比說不管在扭力 在馬力上 還是在這個速度上 剛才有提到 快又不能太快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 對我這個比較算倒口口的人來說 這個是一個好事 年輕人踢個車飆著七八十 然後八九十在馬路上飛 這是很危險的 如果今天這一個電動機車 是要鼓勵我們年輕人 你在你這個畢業之後 要踏入社會 你有之前有學貸的壓力 有這個要租房子的壓力 等等的貸款 那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在這個謝伯郎市長 他有很體貼的考慮到我們年輕人 就讓我們年輕人在交通上 就可以為我們解決這件事情 我想這樣子的過程 我剛剛有講到不管是在發包 或者是跟廠商在協議當中 是需要有點時間 那我們現在等到這些的順序都安排完了 我想我們的市政府就會很快的 跟我們這個需要的這個年輕朋友宣布 是 真的耶 就是要很快 我覺得時間真的很快 那沒想到也大家都在做了 所以今年最快就可以拿到了 那有民眾也在反映 就是一年增加1.2萬台的電動機車 這個停車位是否足夠 另外還有這個提供電動機車 真的有幫助基隆市的環保業務嗎 林毅主 我想這個問題非常好 那當然當初有人擔心 就跑出這麼多機車來 那是不是會造成我們的停車位不足 或者是怎麼樣 剛剛藍議員在前面有報告 我們秦遠也有說到 你要拿一台舊的來換 那你少了一台再多一台 那還是一台 我想這個問題並沒有這個問題 那反而對我們的環保來講 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們的國家政策 包括世界也一直在 讓我們世界就是環境要減到 這個盡量是零碳排的 那我們在鼓勵為什麼 這些機車廠商為什麼會這麼願意來投入 其實這個是一個趨勢 不但是趨勢 而且是鼓勵我們民眾 大家都能夠來使用這種電動機車 讓我們的空氣品質是達到最棒的 是 就是要讓大家可以呼吸到乾淨的空氣 那另外還有民眾提出質疑 就是中央補助款是不是足夠呢 如果請申請到市政府補助 而中央補助款名額不足怎麼辦呢 我們要請教藍議員 這個補助的部分 我特別說明一下 請大家不要擔心 中央的補助款 它只有年限的限制 它沒有金額的限制 那就我們知道了 目前大概中央的政策 可以補助到115年 115年之後我們暫時不知道 當然我們會繼續去爭取 這是中央政策 也不是說我們自己能夠去決定的 不過請大家放心 我強調中央的補助政策 它只有年限的限制 它沒有金額的限制 只要它展延年度的話 補助金額都不會中斷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另外還要再大家來看 就是申請人大多都是 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他們怎麼會有10年 甚至15年以上的老車 可以汰換這個問題 這個可能對政策不了解的人 才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那我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兒子現在也是買一台電動機車 那我自己也有一台十幾年的老車 那我第一次買也很簡單 就是我的老車就讓我兒子自己去 依這個購買的程序 交給環保局去處理就可以了 所以說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不用你自己的名下的車子就可以了 只要你親戚朋友有10年以上的老車 你都可以拿來做報費申請補助 所以大家有任何問題都不用擔心 其實大家都想到我們師父 都想到我們的異作也可以幫大家來解答 那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 就是引接國際郵輪課 我們市議會前往考察 期盼能夠創造產官雙人的局面 利都蝶克花園也就是俗稱的空中花園 如果可以搭配大型郵輪停靠的基隆港美景 以及花園裡面的造景 相信將成為基隆新的拍照打卡景點 這裡是耗資10億元新建的 基隆港物分公司東岸旅客中心 不僅外觀新隱沿著中正路的旅客登船玻璃帷幕通廊 讓參訪的市議員們眼睛為之一亮 隨著進入最重要的全新國際級自動查驗櫃 拿出護照放上去 資料直通內政部查驗 可在大量旅客要通關上船前 每15秒左右就讓一位旅客通過 每小時可應付2700多位旅客通關 新一屆基隆市議會特地安排考察 基隆港物分公司東岸旅客中心 受到基隆港物分公司的歡迎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職位 也感謝港物分公司的接待 雖然港物分公司不屬於 基隆市議會監督的範圍 但是市港發展一體 特別希望基隆市政府和基隆港物分公司 共同合作 一起迎接疫後的郵輪觀光 想辦法留住郵輪旅客 在基隆觀光消費 振興基隆的經濟發展 那疫情是疫情的狀況 所以我們郵輪大概停滯了三年左右 那造成我想全世界全台灣每一個縣市 都受到深深的影響 尤其是我們這幾年的產業鏈 其實靠郵輪靠港公司 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組織跟脈絡 那其實我們基隆很重要的一個 經濟發展的一個來源 那我們希望接下來其實市政府 有很多單位可以整合在一起 過去很多公務器官公務體系 可能就有說文化是大家做自己的事 那其實這個郵輪對基隆市的發展非常重要 所以包含步道交通觀光行銷 各個方面的整合 其實需要靠秘書長來整合 我們每一個處室每一個科室 讓整個基隆市未來的發展 可以根據郵輪來做一個基底 那尤其我們市港再生計畫 我們廣場比較晚工 那我們現在外面這個平台快要完成 那我們希望可以加速來進行 那所有的郵輪旅客來到基隆 那是感覺到舒服的 感覺到開心的 最重要的不是一次性的來基隆 我們需要的是所有的旅客回流 就跟參加基隆的方式一樣 他們都願意再來 代表我們城市的發展成功 我拜託市長 副市長以及秘書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感受到舒服的團隊非常地支持 整個郵輪觀光衛生業 那也推出了郵輪旅客 霧行的一種動線折夜檢測 的一個劇情 我們感到整個舒服的團隊 也非常地動力 那郵輪旅客來了以後 在港區周邊的活動 動線步道 在市府的協助之下 現在即將要完成 港公司非常高興 能夠有這個機會 跟各位一座來做交流 那魏海我們也希望 透過各方面那種交流就這麼做 讓基隆港能夠為基隆市 帶來更多的一種經濟機會跟繁榮 我個人也有非常大的其他 我也希望在這個 除了這個旅運中心這個地方之外 我未來也希望能夠跟我們 我們的市中心區整個串聯起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都市發展 的後續我會跟港公司這邊 一起密切合作 來把周邊的一個發展 然後再來進度的來提出一些 未來的一些播放 最後基隆港務分公司 也帶領議員們參觀在一樓出關處 由基隆市政府官銷處佈置的 渴望遊基隆的行銷區 希望郵輪旅客可以藉由美麗的 基隆山海景觀大型照片的吸引 感受基隆山海之美多留幾天 游輪富航真的為這個觀光產業注入了強行之恩 因為根據這個資料顯示 這個游輪預報在今年度就有72個行次 另外預估經濟效益達到9億元 我們要請教三位一座 就是針對這個招商經營團隊產業 結合觀光等課題 有沒有什麼建議或看法 我們先請教請珍請一座 過疫情時代 現在觀光這產業慢慢的開始在復甦 尤其我們基隆靠港 我們基隆靠港的話 最主要是郵輪帶來我們很多的一個 所謂的觀光產業的經濟發展的一個目標 過去我們知道 我們很多的這個郵輪到基隆之後 幾乎我們這些觀光客都被旅行社 或者用遊覽車帶到去台北 去看101 或中間經營團等等這些區域 但是都沒有留在基隆 那非常的可惜 讓我們基隆的所謂的產業 或是消費的市場 沒有得到很大的利益 我想這是非常可惜的 但是未來這三年 在過去這三年 疫情的這個期間 我們基隆港 港務局 把這個海港的科技碼頭重建之後 我想是另外一個新的國際風貌前線出來 但是我想希望 我們在未來這個觀光旅客到基隆的時候 我想這旅客 這個他們的一個行程中 有一種城市的導覽 這個旅行 或是包遊覽車的 所謂城市徒步旅行 就是說他下了船之後 在他有限的時間之內 一般好像他們 郵輪到落地之後 大概六個到八個小時時間 讓他們在當地去做旅遊 那在這個短短的時間 我們基隆市要如何呈現出 讓這個旅客知道 他們在徒步旅行的時候 如何在我們市區 或我們基隆的景點上 能去走得到或找得到 我想這主要就是我們 旅客用的宣傳手冊 宣導手冊 我們有沒有所謂多語言呢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基隆市過去 所做的導覽手冊一般都是中文的 那現在面對國際的這種觀光課的趨勢 我想英文是必然的 然後再來就是東南亞的日本課 可能會比較多 我想這部分我們市政府 應該把這個部分都以充實 讓我們基隆市 在所有的這個區域裡面 能去的觀光景點 能標示出來 就像我曾經到日本去觀光的時候 他們有這個所謂的 地區性的導覽方塊呈現出來 讓遊客知道 這個方塊有什麼景點 這個方塊有什麼景點 在我們基隆市區裡面 去徒步可以達到 他們想要去看的地方 我想這個是對我們外敵客來到基隆 徒步旅行的話 最好的一個所謂導覽的 一個他們搜尋的一個方向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整個產業的這個美食方面 也是我們基隆的特色 我們基隆美食特色 一般我們的那個所謂的目錄 餐點的目錄只有中文的 可是觀光客呢 他們想看想吃不到什麼點 所以說我希望說我們在未來呢 我們呢也像日本一樣 因為我們常去日本去導覽 他們把整個區域的這個路線 每個點他們有 這個地方有什麼產品 有什麼可以吃的 它標示的清清楚路線都有 希望說我們未來我們基隆市政府 也需要將這個檢閱的 這些這個導覽圖呈現出來 讓我們徒步的這些旅客們 他們看到這個檢閱的 這個所謂的導覽圖 他們可以享受到他們想去吃的美食 那一般還有說我們的業者 他應該把他的產品的美食 這個美食呢 應該也要標示在英文 日文或是越南文 或是韓文等等 讓他們看到這個圖片之後 就點給我們這個 台灣的業者知道 他要這個要這個 我們就知道這個觀光希望吃什麼 我們就可以呈現給他 我想這一個應該是我們 基隆市餐飲業者這方面 應該去加強的 還有我們的語文 多語文簡單的面對 我們所謂的外語級觀光客的 這個語言的對應 最基本的 我想我們市政府部門 應該加以來輔導訓練他們 因為我們去國外 很多的觀光景點 看到當地的這些島 這些業者小業者 他都講我們中文耶 我覺得很詐異耶 我想這就可能他們對於 這個遊覽客的一個搜尋的一個量子 量騰他們也會注意到 所以在語文上面 他給業者一個訓練 最基本的一個應對的方向 我想應該我們政府部門 應該給予協助 我想一個觀光的 產業的心情不單單是政府 應該全民上下 一起來迎接這個未來的這個 經濟價值觀光價值 是 真的 導覽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而且要說很多國語言 就迎接我們這個國際遊輪旅客 那我們要請教 林恩典聯誼座 你對這個有沒有什麼看法 好 建議 那我想這個我們 我知道坐遊輪 到了我們下港之後 大概在我們基隆停留的時間 最多不會超過八個小時 一般都是下船之後六個小時 所以這次在我們在參訪 這個港務局的時候 他們也做了一件我覺得很棒的事情 就是說要確認你護照這些問題 在下船之前 已經就確認好你的國際 包括我們的防疫的部分 他在船上已經做好了 然後很快的就是下船了之後 然後要節省時間 然後如果你要搭這個遊覽車到台北的 還是說你要在地遊玩的 遊覽的 那我想這些的時間就增加很多 那特別我要針對我們要建議市政府 就是在我們這個下船之後 沒有跟遊覽車出去 留在我們基隆的 我們要怎麼再招待這些的客人 我想在這裡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下船之後 我們的交通一定要變成他們是一個很方便的 往往我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就會擔心說 我們坐這個計程車會不會怕被敲竹槓 等等的 同樣的 他們來到我們這邊 我們讓他下船之後 看到我們的計程車我覺得 剛剛包括秦鎮議員也提到 這個計程車的司機 不管在語言上面應該給他們加強 再加上他們的制服 那會我覺得也是必須統一的 讓這些的客人 外國客人來之後 會覺得很安全的 這是一個很有制度的一個國家 然後我們他們也會很放心的把他們交給我們 然後之後可能我們在這個設計上 必須要有一些套餐的方式 好比說比較近的 你要想要吃美食的 還是要逛街的 還是要有一點去走一些登山步道的 或者是有一些 就像我們周邊基隆目前也建設的滿多的 從中山路 從中山路開始 從這個 憲兵 憲兵這個 這個 沙灣歷史園區 對對對 大沙灣歷史 對不起 大沙灣歷史園區 就慢慢往下逛 然後再逛到我們的彩色屋 再逛到我們原住民的這個會館 我想河濱島就很精彩了 包括我們的阿拉寶灣 再加上沙拉瓦多的這個教堂古蹟等等這些 我們都把它 好比說這個三個小時的要多少錢 我們可能帶你兩個小時的多少錢 還是說帶你到四個小時或五個小時要多少錢 我想這個很簡單的用套餐方式 那跟這個客人來介紹 那包括我覺得有人家族可能比較大的 願意打九人做的 我們也這些 我想我們市政府也要考慮進去 讓這些的小的這個運具 帶六七人以上的 一部計程車做不下的 那也有很方便的可以一起出 一起來看我們基隆這個的一些的景點 讓他們對基隆來講 也是一個很美好的一個回憶 這是以上的建議 是 這也可以看到很多觀光上機 除了這個計程車司機之外 另外就是開小巴的民眾 也有這個生意上門 那我們要請教藍敏黃藍一則 好 這個我個人是非常喜歡搭郵輪旅行的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搭郵輪是飛到新加坡 去做處女信號 當時第一次搭的時候 讓我非常的興奮跟震驚 那也非常期待台灣也能夠有這樣的一個郵輪行程 那台灣在2013年開始已經開始 郵輪產業引進來之後就蓬勃發展 我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這個是台灣港務公司的統計表 2013年當年有54萬人次來基隆座郵輪 2014年有72萬 2015年有82萬 2016年有75萬 一直到最高峰是在2019年的 2019年就已經有105萬 到了2020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就逐年递減 所以說這個郵輪的市場潛力非常的大 對基隆的觀光發展也非常的重要 那可以說是基隆的一個經濟模 我們要好好把握這一次富航 那在2015年的時候我們台灣就已經獲得 亞洲十大客源市場的第二名 第一名是中國大陸 這是不容易的一個成績 那到了2016年的時候 那麼我們基隆港也融獲 這個亞洲第五大郵輪港 這個是非常榮耀的一個成績 到了2019年是我們的巔峰 也就是在疫情之前 那當年度來了105萬人 當時的國內總產值 巨估50億 那50億之多 那大部分都是在基隆消費 那當時的行政院也非常樂觀地評估過 再這樣發展下去 未來我們可以把基隆郵輪的產值 上看200至300億 所以這對基隆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觀光政策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爭取跟把握 那我想郵輪的商機非常大 我在以立新郵輪為例 立新郵輪它過去每年在保平信號 光保行信號這條船 每年在台灣的採購就有1.8億 那在那個碼頭的停泊費 一年也1.8億 這個都是非常龐大的一個收入 那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停滯了三年 不過從今年的3月7號開始 那天我們都有去現場來接幕 迎接兩個大郵輪來到基隆 重啟基隆港 重新開啟了我們郵輪的這個負航 我們就非常的樂觀其成 也希望基隆市民 要共同的來把握這個機會 做一個把基隆共同經營成一個 友善的城市 讓觀光客到了基隆 都看到基隆很熱情很友善 然後我們也希望市政府 能夠把這個相關的基礎的建設 尤其觀光景點的基礎設置要做好 然後提出最好的交通配套措施 最重要的我們要趕快的招商引資 我們要擴大商業空間的規劃 不然這麼多人來基隆觀光消費 如果留不住他們 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那我對於基隆港未來 要如何重新發展這個郵輪產業 我是建議啦 市政府跟我們港務公司 真的要密切合作 才能夠創造港式共融 未來我們希望這個郵輪產業能夠 跟這個旅行業能夠 互相的來一個結合 那我這邊有幾個重要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繼續 爭取完善的這個郵輪設施 我們看到現在的西岸旅客中心 跟東岸旅客中心都已經修建完成 不過我認為它的規模還是不夠大 我記得我去香港跟新加坡的經驗 他們的郵輪中心都非常的大 逛到會迷路之類 對 幾乎都跟百貨商場結合 所以你光在裡面逛 三四個小時都夠你逛了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這個 西岸跟東岸的旅客中心 坦白講大多只提供的 旅客出路關的一個功能 那也相當現代化 但是如果不趕快加緊來 規劃商業空間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把這個 龐大的觀光客的消費留在台灣 留在基隆 那我真本的建議就是說 這個現在東岸軍港已經遷移完畢了 那麼在蔡總統沿線的規劃是 要蓋第二郵輪中心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第二郵輪中心 能夠比照現在的高雄的這個郵輪中心 因為高雄的郵輪中心 它中央總共花了45億 打造一個全新的郵輪中心 我也去過觀察過 那真的是比基隆的規模大很多 那我們希望中央也能夠比照辦理 未來基隆能夠在東岸第二郵輪中心 也能夠這個比照辦理 最起碼4511的經費 讓我們來蓋第二郵輪中心 才能夠迎接郵輪大型化的這個趨勢 那另外我也建議這個 法規要盡量的去鬆綁 還有人才要盡量的去培育 因為郵輪的產業啊 它有很多的這個產業鏈 包括郵輪的補給 船舶的維修 還有服務人員的就業 包括消費觀光等等 這些都可以提供我們很多的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要趕快培養人才 那我們基隆剛好有海大經過學院 跟從幼大學 這三個學校都可以提供客服人員 餐飲人員 博物人 以及保養人員的人力資源 所以這三個學校可以趕快的產學合作 讓我們多培育一些郵輪產業的人才 也可以增加我們基隆輕人的就業機會 最重要的我要請市政府跟港公機 要趕快去爭取像新加坡 他們在推動的激進傳出的一個 所謂的Fly Cruise的這種旅遊模式 也就是我們鼓勵觀光客 坐飛機來基隆搭郵輪 然後再搭飛機回去 這個就可以有效的把這個整個市場擴大 那我更要在意的就是大陸市場 我希望我們的法令能夠鬆綁 我們開放更多的大陸以及港澳人客 港澳的這個居民能夠來我們基隆做這個郵輪 我想這個是我們未來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最後我也要提醒我們基隆市政府 現在我們的行政院長已經核定了 四年150億的發展觀光景點的計畫 那聽說高雄已經爭取很多錢了 那基隆市政府好像到現在還沒有提出計畫 那我想提醒基隆市政府要趕快去向行政院 爭取這個四年150億的這個計畫 那這個計畫主要也是針對 郵輪發展的觀光景點的建設 所以說我希望基隆市政府一定要加快的去爭取 不然我們的這個未來這個港口的運營 可能會被高雄給超越 是真的就是要我們基隆市 可以接住這個觀光材 所以所有的配套措施都要做好 所以給市府深深的期許 那當然剛好說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基礎建設要做好 我知道三位翼座其實對自己區域的地方 基礎建設都琢磨用心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請真請翼座在安樂區 像是其中有一個就是長庚人行路橋破損 它馬上就找時機機會以及單位來進行探查 就是這座長庚醫院旁的人行路橋 道路破損嚴重 連接馬路的自強橋頭還會積水 從過年前就不斷接獲民眾抱怨的市議員秦真 邀請相關單位一起來解決問題 因為這條綱垢步道是經過我們長庚醫院的一些市民朋友 他們必須的路徑 因為我們基礎多餘的氣候 然後因為路面也破損很多 然後他此罰的效能也減低了 一直在反應 事後是把路面做一個檢修 不然下一天激水 他們一些朋友 民眾要走也不方便 尤其一些患者 他囤著輪雨車 那現在我們長庚醫院的一個責任 那我們市政府部門呢 當然是公務部門 是他們的一個主管業務 那是由我們公部門跟長庚醫院做一個協調 由我們市政府的公部門 來做一個設計發包 清費來撥到市政府 我想在這個程序上 可能會比較縮短一些期間 讓這個路面趕快檢修完成 或者希望是我們長庚醫院 跟我們公部門做一個密切的聯繫 兩部分我們維護的 清潔維護我們會配合 那相關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再配合市政府這邊的相關工程 那第二個清潔作業 我們會定期來做相關的清洗作業 預計由長庚醫院出資 委由市政府公務處處理 公務處成辦人員指出會盡速回覆 希望讓民眾行得更舒適更安全 真的就是地方的小事 但是都是民眾切身體驗的 我們要請教秦珍秦義則 其實在很多方面都已經在爭取 確實這條通道 確實是很貼切我們市民所需要 尤其在長庚醫院旁邊 幾乎每天將近有1萬人次的一個 去院方去探病或是就診 所以這個路廊使用率非常高 那因為基隆又是多餘的氣候 然後這個路面這個橋面 已經診修差將近快20多到30年的時間 所以說有點破舊 但長起來都有長庚醫院他們來做維護 這一點非常感謝長庚醫院方面 但是整個的路橋的路權 是地方市政府的 所以說他們要整個檢修的話 還要經過我們地方政府的一個允許 或者他們的一個會勘的認定 所以當時我就邀請 我們是用市政府公務處還有長庚醫院 大家到現場來協商 後續如何的來將這個橋面 做一個全面的更新 讓我們所謂的這市民朋友們 尤其來就診的朋友們 他們行的安全上 能有所沒有顧慮 能有所來安全的通行 這以上是我們期待市政府 跟長院大家彼此合作 早日來完成 是 就是要營造舒適的環境 讓民眾很有感 但我知道在暖暖區其實也有很多 我們要請教聯恩點聯義做 那我直接看吧 好 我想針對我們在這個看板上面 我們來看到我們在林永香市長的時候 在下任之前把我們公議員裡面 縮式罐頭郵具所有的孩童玩的 通通撤掉 那我們看到這個 這一些的 這一個 這些東西 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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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這一些的 好玩的 還有可以跟這個阿公阿嬤帶他們來的 現在已經通通沒有了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最近在跟我們社區的人在討論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個4月1號 4月1號我們來辦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叫做 一起來當公園野孩子 我想這個也是很多小朋友 特別這一次的活動 針對12歲以下的孩童 那我們在這裡面有設計的非常多 好比說一二歲的兩三三四歲的孩子要玩的 那一些的箱子的遊戲 包括他的手可以直接當這個 直接磨塗料 然後來去做他的想要玩的 那還有我們的滑水道 還有我們的蕩鞦韆 還有我們請童軍一起來做瞭望台 他們可以去攀爬等等的 另外我們還經過一個洛宇松的工作坊 我們也在那邊請小孩子自己很簡單的機具 就一個小鑽床幫一個小木塊鑽一個洞 然後在上面可以用一些這種槍來做一些他想要 黏在上面的呈現的一些玩具 我想這一次這些的讓孩童能夠真正的在公園裡面能夠體驗 特別是我們小時候的玩的東西比較多 現在的孩子已經不多了 但是我們要製造建構多一點的機會 讓這些孩子一起來參與 那我們這個在我再講一次 4月1號我們在12點半 我們就開始一起來當這個公園的野孩子 歡迎你們一起來 在地點在定內15號公園 歡迎大家一起來 謝謝 哇可以看到我們的聯誼座真的很用心喔 就賦予這個公有閒置土地 或者是公有的環境不一樣的新生命力 那當然在中正區也是一樣 我們要請教藍米黃藍一座 賦予公有閒置土地不一樣的生命力 我想這個基隆市還是有很多閒置的國有跟室有的土地 沒有充分的去開發利用 特別是有很多的閒置的宿舍 所以我多年來一直都把我的建設經費用在 跟各單位協調 那我們希望把閒置的土地跟宿舍 重新的整理賦予新的活化之後 交給地方來使用 那特別是面對老齡化的趨勢 我們我覺得現在各區各裡啊 里長最需要的就是幫里內 爭取一些綠色的公園跟活動的空間 可以提供給我們年長者啊 可以在那邊游棄喔 而且也安全 小朋友帶到公園去我們也會比較安全 那這些年來我自律在這方面 也做出很多具體的成績喔 像這個就是中正區行政大樓啊 它前面的這個三角公園 就是我動用我的經費去做的 當時這一片公園 它是公車住的廢棄的宿舍 經過我的努力之後 再加上我動用我的建議款 把它變成一個公園 後來這個行政大樓蓋這邊之後啊 就相形的更有價值跟意義 那另外這個是港通裡的一個三角公園 那這個是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長期閒置又被人家佔用 然後去做這個資源回收場 那我經過溝通協調之後 終於達成協議 也動用我的經費把它做一個公園 那未來我們將在這個看板上 製作電子看板 這個這邊就是 郵輪新的郵輪中心下船的一個點 將來郵輪可能從這邊走過來 就去到樹梯了 所以這個計畫將來為了我們 未來的這個觀光發展 可能也會提供很高的一個觀光的效益 那另外這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民族英雄墓也是法國公墓旁的一個公園 我經過我整理之後 這邊已經變成我們當地 很多年長者都會在這邊下棋聊天 的一個休閒廣場 總之我非常重視這個部分的一個建設 那我也要提醒基隆市 我們就這個機會再次提醒 趕快的主動的把基隆市 所有閒置的空間跟土地先提播出來 那透過我們議員的協助 我們一點一滴的把這些閒置的土地 重新的開發利用 我相信基隆的市民 一定會慢慢的感覺到基隆的進步 也會讓大家感覺到基隆真的是 越來越幸福 越來越有愛 是 真的 真的很謝謝議座 幫我們把關所有的東西 我們跟民眾息息相關的生活 日常事務 基礎建設 都可以在議員的身上 如果你們任何問題 都可以向議員們來反應 最後五分鐘 我們要請三位議座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是呼籲一下 或者是要辦什麼活動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先請請正 請議座 我想我們 謝市長上任一直想把基隆 打造成一個友善的城市 我想我們全民也是期待 我們這個生活環境 能大大的改善 也希望我們全民 大家一起來支持我們 來配合市政府的相關的 一個政令的宣導 讓我們整個生活環境有所改變 讓我們真的在幸福的城市裡 所以我們來生活 讓我們的品質提高 謝謝 是 我們留一點點的A座 我們這次在謝國良市長 在上任之後 他就要特別提供一個 有愛的城市 我想有愛的城市 包括我們剛剛在介紹的 郵輪來了 我們怎麼樣再幫我們的愛 更擴大出去 讓這些國外人來到我們 這個基隆 讓也覺得這個是一個有愛的城市 然後一個乾淨的一個城市 我想要在這裡呼籲我們各位民眾 大家一起來支持 一起來把你的愛勇敢的 願意的付出去 那付出給大家 我想對基隆來說 真的你周圍的環境 都會是很棒的 是有愛又乾淨的城市 我們來請教萊銘華先生 最後我想在這邊 也呼籲我們所有的青年朋友 大家一起來支持這個公益青年 研究業補助電動機車的計畫 如果能夠推動成功 我們除了能夠幫到各位年輕人之外 我最希望看待的是 未來我們基隆有5萬個年輕人 將投入公益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跟市長的政見 一起來配合 未來希望透過這些公益青年的投入 讓基隆真正變成一個有愛的城市 是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裕作 帶大家來解惑 這個免費電動機車的一些相關政策 還帶我們看了一些產業及觀光景點 當然還有關注我們的地方事務議題 相信我們基隆會越來越好 謝謝三位裕作 也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大家